有請上屆優越環保管理獎項目管理大型企業獲得金獎的 協興建築有限公司太古方二座商業發展項目 合約編號是HC201903工程項目經理謝家祥先生 接下來我們會有關問一些優越環保管理獎有關地盤項目 大家如果在這個行業想再知多些 可以密切留意謝先生的分享 有請謝家祥先生 好,多謝環保出進會頒發這個優越環保管理獎 給我們協興建築太古方二座項目總成建商的團隊 我們協興一直都秉承著可持續發展的方針 去交付項目給我們的客戶 從建築到建築階段 我們都會主動加入一些環保元素 另外我們為到目的希望可以減低整體的碳排放 為到項目所在的社區作出貢獻 環保出進會正正提供了一個合適的平台給我們 將協興對綠色建築的理念和社會大眾分享 我們展示公司在環保方面的工作 亦可以出眾建築業可持續發展 以及為社區創造長遠的價值 我現在就介紹一下我們這個太古方二座的項目 我們的項目地盤是綠色的位置 坐落於在太古方 在一些商業樓宇和住宅樓宇的中間 我們當中涉及我們有42層高的大樓 另外有三層的地牢 亦有玻璃幕牆的建造 另外我們亦有一些橋的建造 另外還有一些外圍的花園、工程、水池工程等等 這些是我們合作的客戶和伙伴顧問 這些是我們合作的客戶和伙伴顧問 這就是我們的組織架構表 希望讓他們了解我們地盤的進度更多 另外我們也組織了一些義工的團隊 例如我們會去拜訪一些獨居長者 去給他們一些福袋給他們 在過往的農曆年裡面 也在聖誕的時候 我們派發一些禮物給一些街坊 甚至乎在疫情期間 我們也主動派一些搓手翼、口罩 給我們的輪舍 我們也做了一些工作坊 和附近的NGO 在工作環境方面 我們也盡量提供 特別在疫情下 我們也提供一些抗疫的措施 例如我們盡量用一些 video conferencing的會議 去進行我們的各個會議 另外我們也有些探業機、搓手翼 亦可以配合我們共同抗疫的現況 例如我們也有感應器的溫度計 另外探業機 我們也鼓勵一些同事 帶販 避免了出街用線的情況 除了我們的同事之外 我們也很注重關心地盤的工人 我們提供了一個比較綠色的環境 你看到我們的出入口 其實也佈置了很多綠色的植物 讓工友進來這個地盤 也感受到一些舒服的感覺 另外我們也提供了飲水機 和一些急救站等等 你看到我們也有些休憩的設施 有些雅座讓工人有需要時用線 甚至有些祈禱的角落 可以讓工友有需要時祈禱 在環境污染的控制方面 我們特別注重草音的污染 因為工程上也涉及到一些打作工程 在早期的家庭都相當多 所以我們主動聯絡了一些提供 我們提供了一個AMG的噪音隙 希望可以將地盤產生的草音減低 另外有些水泵 我們也特別製造了一些固域 去減低相關的草音 我們也運用了一個靜能櫃 我們叫做Entertainer 應用在地盤取代舊有的發電機 我們這個Noise Barrier 主要是用一些環保的物料 它是一些再造的物料 希望可以用一些環保的物料 去減低一些地盤發出的噪音 裡面有八成都是一些清潔工具 它也吸收的噪音 也達到有7dB的減少 你看到地盤不同角落也有應用到這些Noise Barrier 另外我們在地盤也用一些電池車 用了我們剛才說的靜能櫃 或者一些Long Electric吸塵機 希望可以減低地盤的空氣污染 另外我們日常也有繁布、噴水、洗車池等等 希望可以把地盤的污染減至最低 在水的控制方面 我們也有微濾乾 以及我們定時也會用一些水板去做測試 這些也是我們處理地盤的廢料 如何去分類 包括石屎頭、木板、紙、膠、瓶等等 另外第一題方面 我們在地盤主要採用鋁帽 去進行我們大樓的施工 給一般我們釘板、用木板坊 去建造我們的大樓 足足我們在這個項目裡面 計算過 都省了7萬個米多的木板坊 另外我們用一些鐵帽、鋁帽的情況 其實可以再用的次數 比一般用木模更多 另外我們也運用了外牆的鐵通牌 希望可以減少一些用竹帽的情況 而鐵通牌也是可以循環再用的 我們經過我們團隊的努力 其實我們目前為止 我們達到的蝙蝠率 都是88% 都相當令人鼓舞的 在設計方面 我們也有想過 如何從源頭減費 例如地腳 我們原本就要掘6米深 以及12米闊的很多地腳 我們經過一些設計的優化方面 我們就把它轉為4.5米深 9米闊的地腳 大大減少了15噸鐵 也減少了很多1300m的石 去打作 也減少了很多噪音 減少了很多廢物等等 也對地盤的進度也有幫助 也加快了進度 在能源管理效率方面 我們協興建築 也一直鼓勵 我們一班同事 如何跟隨著 ISO501的系統 去實踐 一些能源管理 而在地盤方面 我們也有用LED燈 另外我們也會用太陽能的板 去發電 另外我們也設置了一些 Green Wall 去減低熱度效應 這個Green Wall 主要是收集了一些太陽能 然後再啟動泵 然後再灑水 去種植我們牆身的樹 在地盤的清潔和整理方面 我們實行了5S的 五常法的應用 另外我們也在不同的位置 放好一些物料存放區 洗車池 人車分路等等 也有些incentive scheme 給了我們一些同事 甚至一些分判商的代表 工人等等 另外我也特別提一提 我們在地盤用了一些 地盤用了一些 off-site bending 我們有些的鐵 我們在廠裏 屈好些鐵 才來到地盤 減少了一些在地盤裏面的 廢物和工序 另外我們也應用了一些 modularized 的批德 我們儘量把這些工序 除了可以在地盤製造之外 我們也將它搬到廠製造 變相 把這些模組 運到地盤 我們直接安裝就可以了 減少了很多廢物 以及人手的應用 噪音的發音 以及menu handling 在綠色的採購方面 Groom Procurement 我們用了一些低碳的鐵料 裡面涉及到大概有45% 的複製品 我們除了用一般 我們特別採用了電腦 令到我們這些生產的鐵料 更加環保 另外我們也用了一些低碳的石屎 而這些低碳的石屎 都得到CIC Green Product Serpentry 拿了Pantinum Level的標籤 另外我們用了一些石膏磚 都得到CIC Green Product Serpentry 有Pantinum 另外就是我們的Chila Planet 也有這方面的獎金 我們選擇一些物料 無論是油漆、膠水、浸膠 我們盡量選擇一些低VOC的物料 另外我們選擇一些 insulation 我們也選擇一些CFC-free的材料 作為我們建造的物料 我們也嘗試一些新的不同的物料 例如我們用了WPC的購物 是一些物料有七成 都是透過一些地盤 製造的製品和天白 去生產出來的一些物料 可以美化一下我們地盤的一些地方 我們也要和相關的供應者 去談論如何可以用盡這些物料 而這些物料如何處理 或者在之後可以繼續reuse 剛才提到的正能櫃 我們取代一般地盤柴油的發電 有減低超過81%的 carbon emission 也減低很多99%的原浮粒子 聲音方面也減低超過11dB 亦都可以在保養 我們這個正能櫃的時候 亦都可以不用關掉機器 這樣是很方便的 另外我們也不需要入一些柴油 我們衡量過一部的entertainer 相對兩部的柴油發電機 其實在不同的方面 包括空氣污染、噪音發出、安全 和淺的set-up cost方面 其實都有相當的優勢 這些就是我們總括而言 我們有這幾方面的green procurement 在地盤項目方面應用到 在碳方面我們減了81% 在BioDiesel方面 我們也減了78%的CO2 另外在Webio方面 我們減了60%的CO2 另外在用碳屎方面 我們也減了29%的CO2 到這裏 我先暫停 我們現在為大家預備了一條片 去介紹我們地盤的一些綠色 和可持續發展的應用 我們是太古方二座商業發展項目的總成建商 協興建築 在環保採購方面 工地採用了有CIC建築產品碳標籤計劃 白金級認證的低碳運營圖 另外我們抑制力找一些由電路製成的鋼筋 和傳統火爐比較 由電路製成的鋼筋有較得的碳足跡 而室內裝修物料的選材 採用了有CIC綠材橫屏 白金級認證的石膏鑽 我們應用了Hilti的on-track系統 將QR code貼在各種設備上 再連接到雲端平台 幫助管理工地上的設備和證書 正能貴取代了傳統發電機 配合雲端監測系統 提供了一個低碳能源的新選擇 AMG隔音屏像是另一個創新的設備 它由超過八成的回收物料製成 同時可以減少七個分貝的噪音 我們積極在設計方面 改善工地的環保表現 在滑掘及裝模的工程上 新的設計有效減少滑掘的深度 以及由工程所引起的噪音、塵埃問題 有利於各項的創新技術應用和低碳物料 為工地整體的減探表現 帶來巨大的貢獻 我們積極分類和回收各類的物料 幫助工地達到超過九成的廢物回收率 未來我們會研究和採納更多的創新科技 推動建造業在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上 不斷向前 好,我們今天的分享就是這樣 好,請謝先生留步 現在是Q&A的時間 我們也收集了觀眾的提問 就問到 剛才所說的一些預製的組件 為什麼到這一刻都未能全面普及呢? 我想最重要的是 一班的管理層要有一個決心去做這件事 一些比較新鮮的事 需要有毅力去做的 要有決心去做的 另外,也要在事前 分別要跟業主 顧問和分判商 要有一個好的溝通 大家明白理念在哪裏 例如做這些 批模組預製件 其實是可以為地盤的整潔度好 或者進度都有幫助的 更加為我們減少廢物 都產生了很大的作用 當我們大家 無論是顧問、業主、總承建商、分判商 大家都共識一致的時候 就事半功倍了 是的 都知道管理層和前線員工 其實大家都要互相配合 才會令事情相抵抑 也有另一條問題 就是問到 請問你們 比較在私營發展商 和公營發展商的環保要求 他們的差異是哪裏呢? 或者可不可以解答一點點呢? 公營發展商的話 通常他們就在合約的條款方面 就會很清晰告訴你 你要在綠色或者環保 或者可持續發展這些條款方面 你要怎樣做 主要就是跟著一些條款去做 而私營發展商的話 就相對大部分 都未必有一個很清晰的指引 或者在合約上的條款 給總承建商去跟著的 所以變相在私營發展商方面 就好看業主和顧問 和總承建商究竟 他自己夠不夠去進取 去做多些 就是比平時合約的要求更加多的東西 而通常涉及到環保 綠色採購 或者可持續發展的一些項目 都要額外投放一些更加多的資源 而我們協興建築的管理層 亦都對我們地盤 各個地盤都相當支持 都願意額外投放一些資源 好 謝謝謝先生的分享 都知道管理層這方面 他們的決定其實都很重要 大家如何配合 為了持續發展 希望可以再進一步 其實大家都互相配合 好 也謝謝謝先生的分享 因為都時間所限 我看到很多問題 但是都未能一一解答 但是你們都可以 歡迎電郵你們的問題給我們 希望可以再解答你們 好 謝謝謝先生的分享 謝謝